今天在史通勝時 我提到 嚴學通院長的一篇文章 關於人和自由的關係 現在我插回這篇文章 重新看一次 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者是嚴學通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院長 題目是中國的 仁義禮可以挽救衰落的自由主義 仁義禮我們知道 中國的傳統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人就是人自邊做義的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義就是到底我們應該怎樣做 有義氣 有些事自己時底都會做 有些意義 禮很容易明白 大家不要做粗魯的事 灰瑣的事 大家要以禮代人 三樣東西 他們用這三樣東西 和自由主義的三個價值觀來相對 就是平等 民主和自由 把人和平等 對在一起 平等 什麼叫平等呢 平等就是 我記得 曾經跟一些 教授君人有個不同意見 我認為人是 身而不平等 我們要認知 這個不平等 才可以再怎樣說 可以使到社會更加和諧 融合 為什麼我會說人是 生而不平等 大家知道 人人生出來都不同 體型、體力、智力 或者各種原因 也和父母的家庭背景、社會地位、學歷 也有影響小朋友的發展 如果不幸生出來 有殘疾 更加和其他沒有殘疾的人 完全不是一件事 或者生活在一個 戰亂的地方 你連生命都可能有 有所 可能沒有得保障 這些完全 所以人生出來 就是不平等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如何和這些 和自己不同的人 他的工作能力、智力 或各種方面和自己不同 如何可以好好地相處 這不是一個平等問題 這是我們如何可以 與人相處 與其他人相處的問題 所以人這個字 劇人必做的意義 人這個字 和所謂的平等 可以對在一起 我們明白了 人是生而不平等 所以就不能說平等 你能夠確定這件事 我們於是可以建立一些 大國對小國的關係 一個強國對弱國的關係 一個 譬如中國對某一個 用宗教領導的國家之間的關係 這些是不相同的 每個人都不相同 所以不能說平等不平等 我們要說的是 人如何可以以己及人 用自己作為標準 當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 你覺得是不好的話 你不要將這件事 加在別人身上 另外是人 人是包括我對其他 和自己不同等級的人 包括對高過自己的那些 國家力量比自己大的那些 如何和它相處 我們仍然要保持平時 記住 而我們也可以同一個國家 對一些比我們國家的能力小一點的 我們一樣和它是平時 不是說 我對大家說平等 大家都要參加這個機構 我不管 總之 一人十元 不管你是有錢沒有錢 有些人來說 十元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有些人對那十元來說 可能是一個 今晚有沒有飯吃的問題 如果大家都說 我們平等 贏得十元 其實這不是平等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 大家不同的分別 你明白不同的分別 你就可以說 我可以出十元 你出一元 或者你出五毛錢 大家一起參加 大家很開心 你會說 很不公道 但你記住 這個 它是因為各種原因 和你 是不可以用重等角度來看的 在國際之間一樣樣是這樣的 不可以 人人都說 所以就算是聯合國的會費 都仍然是根據國家的經濟能力 是不同的經濟能力 是提供不同的經費 這個才是人 這是第一點 接著第二點 關於意義 它是相對於民主 民主 我們經常說 一個政府 它的合法 執政 合法來源在哪裡 在西方國家 尤其是用選舉辦法 產生政府的國家 就認為 政府的合法性 來自選票 但是 在中國來說 我們不是這麼說 我們認為 政府的合法性 再照顧於 能否使中國人民幸福 大家有不同的要求 國家與國家之間一樣 我們如果說到的國家與國家之間 互相交往 如果是用意氣來說 即是說 我知道你能源不足夠 我便便便宜能源給你 然後希望你可以生活得好些 這種就是我們中國的儀器 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 用國幫你 沒有這回事 但是 起碼 在國際關係之中 我們也不可以 每次 用所謂的 平等合法性 我們要說的就是 到底兩個國家之間 如何可以 更加互相之間 有好些的結果 而民主本身 只是一個 這個生產 即是 這個民主 我正在用西方的解釋 就是利用 選舉辦法 產生政府 這個民主概念 不一定是可以實行的 我們說的就是 一個意義 是政府本身 可不可以 對人民有疑 有沒有 犧牲一些事 為人民做一些事 我們見到 在2020年 疫情爆發時 中國政府 不惜一切 不計成本 夠得一個得一個 這就是意義 在西方國家 他們完全不說這件事 現在 在美國來說 新冠疫情 如果大家因為疫情入院 政府不再包底 是要自己付費的 這是沒有意義的 民主是怎樣呢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 嚴鶴通先生 就把意義 和民主 和民主 對在一起 最後 說到禮 禮 禮是甚麼呢 禮 可以和自由 對在一起 或者和法律 對在一起 我們知道 在人類社會之中 我們要有些 我們互相之間 如何可以一齊生活 如何可以 大家可以和平共處 你可以做一些事 我可以做一些事 這是自由 人人都希望有自由 但是自由之中 有一些事 我們是不希望發生的 例如我不希望 你有權隨意打我 我絕對不 覺得這是你的自由 你無權打我 這不是自由的問題 自由本身 是應該有約束 而不像西方 每個人都在說 個人自由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們不是在說這件事 我們是在說 我們是想做一些事 但這些事是有一些規範的 規範當然 有兩種 一種是法律 這個你不能做 你做了的話 這個是事後 你做了的話 我就要懲罰你 祝你審訊 證明你是真的做了這件事 發現你真的做了這件事 我們可以判一些懲罰給你 坐牢好 罰款好 或者坐幾內監 甚至有些國家是 打屁股 有打的 也有 坐牢 甚至有死刑 懲罰你 這件事後 做了壞事之後 的後果 當然是法律 但是 如果我們說 禮的話 禮可以在法律發生之前 規範我們的行為 我們不能隨街大小便 這是禮 是你 當你有禮的規範 我們就不需要 去到發生事之後 用刑罰 來阻止其他人犯同事 但已經有傷害了 當你用到法律的時候 傷害已經發生了 刑罪已经發生了 傷害已經發生了 我們不可以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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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要罰我們 發你 我只是想想想想,你不能罰我 我因為沒有要做出於法律 禮可以在未需要發生之前 以禮代人明白 甚麼是合應該做 甚麼是不應該做 這是可以在發生之前 做到阻止的作用 當我們有禮 便會明白 這是沒有禮貌之類 今天我出了一段影片 在紐約的地資債入面 有人公然在性交 在一個有禮的地方 這應該是一個在私人的空間 就算是和太太好 私人空間 你們兩個人的事 不可以拿出公共地方 絕對不可以拿出公房 一拿出公的地方 已經是無禮 和禽獸不如 可以和禽獸比 禽獸不知禮以廉恥 我們人類 就因為我們有這個道德規範 有這個禮 使得我們人類社會 可以是去到今天的情報 所以當你放棄了禮之後 去到動物模擬的話 你退後了 這就是為何 為何 嚴學通先生 嚴學通老師 或者嚴學通院長 教授 提出 其實我們是用 人以禮 來自覺 和來規範國際的關係 是好過 現在他們的自由社 主義下低 所謂平等 民主 自由 的概念 因為 中國提倡這個概念 可以做一個防範於未然 不需要像法律一樣 發生了之後 才懲罰 然後希望的懲罰 可以做到阻嚇作用 我們不希望這件事 根本不希望發生 有人被人謀殺 我們根本不希望被人謀殺 如果我們在謀殺發生後 阻止到更加好 但法律做不到這件事 法律只可以是 發生了謀殺命案之後 確定這是法案人士 然後才被一個懲罰 希望這個懲罰 可以使其他人不再犯法 這是一個已經是 只有一段的手段 所以 我很高興讀了這篇文章 今天在市通盛 突然想起 和我分享 現在再看一次 再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我便會把 嚴學通先生的文章 接連放在描述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看一次 老業用自己的了解之後再說 不是讀的